在清华校园里 课写最多的石碑 就是校训了 清华东门的青石 主楼大厅的正碑 老图书馆的正厅 大礼堂的正额 还有公子厅前的草地 清华学堂前的石碑 都能看到这八个大字 在一次我最欣赏的 十大校训的全国调查中 自强不息厚德在物 被认为是中国传统价值观 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典范 严谨亦该亦未倦勇 因而名列榜首 1914年11月的一天 曾为增进中华国力 而担惊节律的梁启超先生 来到清华以君子为题发表演讲 他以周易的两个相词激励学子 天行鉴君子以自强不息 帝氏坤君子以厚德在物 自那时起 自强不息厚德在物 就成为清华孝训 他的营养滋养着一代代的清华人 刚见自强荣在万物 爱国奉献造福社会 抗战爆发期间 清华先后有近千名学生参军抗战 1932级毕业生沈成慧 在和日军空战时 炸弹投光后 依然嫁接指冲 与敌舰同归于尽 年仅26岁 著名学者朱自清 此事前一身重病 但宁可饿死 不领美国救济粮 新中国成立后 清华人自觉担负民族重任 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 进攻立业 在受到国家表彰的 23名两弹一星元勋中 就有14人来自清华 邓驾先 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生命不息 奋斗不已 献了青春 献终身 是他真实的写照 两院院士张光德 毕生为国家水利事业 暮风至雨 年近90岁 还奔波在三峡大坝工地上 对新生代的清华人来说 孝训精神仍然是他们 奋发有为 心系天下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了祖国的人 又是一年毕业季 孝训杯前这些朝气蓬勃的身影 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张照片 更是一种成长 一种信念